由於香菇三層肉下鍋炒香 但這只是煮湯的關鍵配料之一 桃鍋裡鋪滿鮮甜高麗菜 新竹米粉 還有芋頭淡酥三色蝦丸 蒜苗滿滿好料 還有剛炒過的香菇魷魚來提鮮 最後倒入熬製多時的雞膠湯 這一鍋米粉湯料好澎湃 主廚還加入台南特有的狗母魚酥 Q彈殆勁 魚酥米粉 這個是他們家特有的 別的地方好像也是沒人的 海鮮是真的很新鮮 因為他們這地的海鮮 不是那個批花來的 是船吊那種 新影韜客的還包括 每兩天空運來台的澎湖漁貨 由於和漁船簽約合作 鮮度有保證 其中相對少見的石斑杜 這裡也吃得到 石斑杜簡單快炒再以蠔油豆豉 蒜苗調味吃起來和脆腸很雷同 QQ脆脆 鹹香又開胃 一度吃得很脆 感覺很好吃 沒脆意也聽好吃 一道道經典秋露菜的推手 是五年級生的蕭勇玉 17歲就入行學酒家菜 帶過來來飯店 環雅飯店 新業集團 累積36年的好功夫 手工菜的東西 已經幾乎都很失傳了 然後很多事物都不會 然後也是 最主要的原因是 出在於很麻煩 儘管秋露菜費工費食 蕭勇玉仍堅持理念 像是這一道大腸包香腸 經過滷製 風乾 油炸三道工序 才做出了酥脆又入味的口感 還有用豬耳朵包裹豬舌頭的小菜 得滷過又煙燻 也是得耗時八小時才能完成 甚至拿龍蝦來做成三明治 也是蕭勇玉的創意好料 他們海鰹都很新鮮 跟人家不一樣的 真的很老做 但當初蕭勇玉把店開在巷弄內 沒有知名度 如果一天沒賺到五萬元 絕對無法損益兩瓶 讓股東之一的羅伊喬一度緊張 那在開店之前 我們的現金幾乎都是用完的 這中間的過程 我們也有打蒼蠅 打蚊子的狀態 有鑑於台菜餐廳來關顧的 都是45歲以上的中老年人 羅伊喬和師傅腦力激盪 決定烙菜新作 將牛蒡絲下鍋油炸 鋪上滿滿蚵仔 再以金黃蛋液點綴 創新的牛蒡蚵仔披薩 堪稱是隱藏版菜單 沒提前預訂可吃不到 類似蚵仔爹這樣 但是它沒有弄那麼多的粉 滿酥脆 滿好吃的 隨著口碑相傳 目前25歲到35歲的年輕客群 已經佔了三成 酵勇欲要繼續用老蔡新創意 慢慢滾出新台幣 東三財產新聞 蔡耀打張博翔 台北島